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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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MT 從第一間教室到這邊是第二間 然後一直經歷到這邊 那這邊給我最大的回憶是 我第一次開始教課的地方就在這邊 第一次被通知說 可不可以來這邊代課的時候 我的第一堂課是在這邊 然後每天跟大家一起在那邊練舞 我們幾乎每個禮拜 都在這邊度夜 練舞 我覺得MT對我來說是小時候的 夢想 第一次公演的時候 所有學生老師們的認真付出 拍幕的影片 一結束之後那一天的 第一個拍子 拍子一下來之後眼淚就 就下來了 就是這樣 高三那時候因為不會要考北體 所以每天都來報道 像玉龍啊 AJ啊 因為他們就是會 晚上會帶我留下來夜練 晚上11點 連到早上6點 然後坐火車回家 我學到了很多很多 不管是人生還是跳舞 教的時候後面都是老師 然後那次就是教大家就是很緊張 我剛來的時候我想說 如果真的拿東西來放放得下嗎 我的所有獎盃 他們全部真的讓我放下 放得下 所有人說要幫我們慶生 然後就把我們眼睛蒙住 帶我們到三樓 把眼罩拿下來的時候 迎面而來的就是 大概三萬顆水球吧 然後我們就會砸爆 這群人全部煩了 煩了 我準備要去當兵的時候 MT的大家 就是為我辦了歡送 我們在這間教室裡面 一起嘗試了很多新的事物 我覺得大家都是在成長 由跳舞這個動機 然後凝聚所有人的這個 向心力跟一個團結的感覺 還有對跳舞的這個執著 那些畫面對我來講是蠻深刻的 對 那是期待學生可以越來越多啊 希望討厭的學生可以挺自己討厭的老師 希望MT越來越好 大家一起為桃園努力 如果你覺得MT讓你得到很多感動 很多很棒的事情的話 就是我們繼續在新的地方延續下去這樣 大家可以從別的地方來上課 可以互相交流 那我當然是希望 我的這些獎盃 一樣過去是可以放著 然後也希望櫃台能幫我好好擦拭它 整個氣氛是溫氣獎 現在桃園其實真的很幸福 就是大家要一起洗浮 然後努力 也很聘 跟大家一起進步 對很期待跟大家一起學習上課 會帶出更多的新生代 一樣是教室的發展 然後更多突破 任何的創新我覺得都還蠻期待的 培育出更多屬於MT Family的 新生代的舞者 不管你未來有沒有繼續跳舞 都可以回來MT看看這樣子 我們是很真誠地在做事情 那也希望地方上的同學可以看到我們的真心 因為我們是抱著感恩在做事的呢 希望他把它推往成一個全民的運動 我覺得就MT對我來講 就像海澤王裡面的黃金美麗號 我們大家很團結在這個地方 努力然後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所以新MT的話 對我們來講 就像是換到一雙更強而有力的 新的船一樣 然後我們要繼續努力 然後繼續帶給大家更多有關街舞 有關夢想的東西 讓大家去 在這裡可以實現大家想做的事情 差不多就這樣了啦 好累啦 第二拍的 在那邊 在這裡可以同時 在這裡可以自身在把手 在這裡可以自身上 在這裡可以自身上 進出的地方 那邊可以裝上去 進去 進來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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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